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七百回 苏叔自己从来没想过 自己这辈子能过上既有钱又有闲的神仙日子 还记得以前在北莽那座小镇长大 就只有游手好闲的闲 但是到了这南赵之后 尤其是赵老夫子跟某个白衣男子达成盟约 这日子可就真正开始滋润起来了 住着据说是属于西年南赵皇室的避暑别院 吃着无不求精的山珍海味 连茅厕都比以往的地方要好收 偶有客人在夜色中登门拜访 身份也都一个比一个吓人 光是旧男赵的勋贵已老 苏叔就见了六七个 老夫子身边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 尤其是那些个跟老夫子差不多岁数 又喜欢在名字前头加上什么尚书什么侍郎的老头子 几乎每个见着他苏叔都会老泪纵横 泣不成声 苏叔知道 这些人应该就是闻讯而来的西蜀前朝老臣 按照老夫子的说法 要他苏叔多听少说 只管陪着那些老人一起默默流泪 若真哭不出来 是先在手心抹一把南赵特产的小雀胶粉末 做事垂手伸手抹泪 这么一擦想不哭都难了 苏叔尝试过一次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 眼睛红肿的两三天都没得恢复 不过当时倒是效果显著 反正把那帮西蜀老臣感动的稀里哗啦 有个年纪最长的更是当场哭晕过去 今日苏叔啊 被赵老夫子丢到了一座名幻木耕楼的地方 也不要他果真读书遗情 只需要藏在里边啊做做修身养性的样子就可以 苏叔趁着没人钉梢 坐在高楼栏杆上 身边站着木盲女琴师薛颂关 在那次两人差点死在陈芝豹的手上之后 苏叔就不再缠着木盲琴师玩那少侠和魔头的把戏 大概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是对所谓的江湖啊有些畏惧了 这些日子呀薛颂关都帮着老夫子做着牵线南照十八步的事情 很忙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南照版图 苏叔很想他 但是等到真正重逢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男一女啊就这么沉默着 苏叔抬起头来 终于缓缓开口的说 以前吧最喜欢白天做梦 想着自己也许是某个大人物的一父子 要不然是个大门大户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说不定某一天认祖归宗就彻底发达了 现在才发现自己竟然真的是一国太子 可惜美梦成真 才知道就算穿上了龙袍 明明真的是太子 也不像个太子 亏得老夫子这一年来 给我恶补了好些个富贵人家的门道 什么凤铁堂碑 田青黄洞 什么椒叶青花 一大堆物件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值钱的东西 可这些东西够值钱了吧 瞧着他们一开始也挺兴奋 恨不得睡觉都抱着他们一起睡 愿到后来就越提不起劲了 怎么说呢 就像一个烂泥里打滚的穷小子 有天稀里糊涂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 不是不喜欢 而是明白自己终归是守不住他的 他有一天呢 终归是要离开 陪着苏叔赵定秀 一起从北莽来到南赵的年轻情诗 目莽眼瞎却心有灵犀 他轻柔的微笑了一声 苏家做客 西蜀足足两百年的国主 虽然在你爹手上丢了二十年 但如今有赵老夫子辅佐 又有那位蜀王的承诺 那么这份家业 其实是有机会守得住 就像陈之报所说 以后你虽然做不成蜀地 但最起码可以当一个封疆猎土的黎阳蜀王 如此一来也算对得起你们苏家的列祖列宗了 苏叔谈戏道 如果不是徐凤年在北莽找到我们 我怎么可能会有今天 书本上所说的良情责目而期 道理是挺有道理 可对我这种人来说 道理从来就不在书上 要么靠拳头 要么 这位在强宝中就逃离西蜀皇宫的前朝太子苦笑了一下 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要么就在这 我苏叔虽然嘴上一直跟姓徐的不对付 也总在你面前说他坏话 但你应该清楚 其实我这辈子也就徐凤年这么一个朋友 当然 他徐凤年是什么人呢 天底下兵马最盛的异性藩王 堂堂四位大宗师之一 还他娘的长得那般御树林风 该人并称北徐南宋的 还那么渊博有学问 这么一号屈指可数的风流人物 未必把我苏叔当朋友 但是我真的把他当朋友 结果呢 到了南兆 得了天大的便宜 好不容易在这站稳脚跟 就只差报答人家的时候 那个面瘫的白衣男横插一脚 老夫子就把徐凤年的北梁搁在一边了 我也知道这是没法子的事情 可在我的心里头 真的是过意不去 薛宋官轻声道 你自己也说了 这是没法子的事情 苏叔狠狠狠揉了揉自己的脸颊 然后双手捧着脸 含糊不清的说 是啊 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一个胸无大志 也无真材实学的家伙 除了每天在这里 吃好喝好睡好用好演好 还能做什么 他犹豫一下 感叹的说 其实老夫子心里也不好受 经常去跟你的铁匠叔叔喝酒姐们 有次喝醉了 很失态 苏叔放下手 双手撑在栏杆上 我从来都没怪过老夫子 如果不是老夫子又当爹又当娘 把我拉扯大 就没有我苏叔了 何况老头子什么样的脾气 我还能不清楚吗 就跟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如果不是为了我 为了那个其实早就没了的西蜀王朝 老夫子才不会违背心意如此行事的 薛颂官点了点头 苏叔突然感慨道 我这么成天无所事事了 有时候都觉得累 那么你说 担负着三十万北梁铁骑生死存亡的徐凤年也好 那个隐心勃勃 志在天下的蜀王陈之豹也罢 这些人是真的乐在其中 还是也会觉得累啊 木盲琴师摇头一笑 不知道啊 苏叔转过头 笑脸灿烂 如果 我说如果 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真正放弃一切 陪你去行走江湖了 我要是跟新认识的大侠宗师们说一句 当年跟天下第一人的徐凤年 还跟我蹭吃蹭喝过 会不会很有面子 女子想到自己当年在北马 还差一点就在羽像中杀了那位年轻藩王 他会心一笑 不能再有面子了 苏叔笑意醉人 虽然还是很嫉妒徐凤年 但世上有种人 不管如何 只要认识了 你都讨厌不起来 是吧 木盲女琴师 笑着 没有说话 苏叔 小心翼翼的问 你 你真的 不喜欢她 说实话 如果我是女子的话 恐怕也会对她恋恋不忘 女琴师无奈道 喜欢她做什么 因为徐凤年长得玉树临风 可我是个瞎子呀 苏叔挠了挠头 总觉得这个理由 有哪儿不对 她趴在栏杆上 以后 我们去中原江湖的话 还是我扮演杀人如麻的女魔头 你假扮行侠仗义的少侠 苏叔望着远方 眼神坚毅 不了 我们 演神仙眷履 木芒女子破天荒 红了脸 她扭过头 轻声道 可我是个瞎子呀 苏叔低下头 看着她留给自己的后脑勺 温柔的说 我知道 这位纸玄境界的女子高手 柔柔怯怯的说 我岁数也比你大 苏叔笑着说 我也知道 她转过头 抬起头 对着苏叔 似笑非笑的说 如果 以后到了家里无数的中原江湖 给我发现你多瞅了几眼女侠仙子 我薛宋官 就直接把他们杀了 苏叔兴兴然道 这个妈 以前真不知道 不过现在也知道了 她嫣然一笑 骗你的 苏叔伸出手掌 柔柔的放在她的额头 我虽然不是瞎子 但我眼里 只有你 北梁后山 两位刻碑老人 米穷旁鹤 坐在一栋简陋的毛屋间 一张小凳子 割了一些下酒菜 然后又有一位老人 如约而至 手里拎了两坛 在青凉山王府地窖里 珍藏多年的绿衣酒 这位老人面白无虚 无论是走路姿态 还是说话嗓音 都套着一股阴气 米穷和彭鹤 作为见惯风雨的北梁名士 对此心知肚明 熟识之后 也从不揭破 这位姓赵的老人呢 视为宦官 至于为何会从大内深宫来到青凉山养老 米穷鹤鹤更是没有探究的兴趣 起先两位名士 对这名叫赵思苦的老人没什么好感 只不过在年迈宦官 隔三差五的跑到后山给他们当帮手 加上赵思苦比起寻常大手大脚的匠人呢 年纪虽大但是手脚伶俐 言谈风雅不逊青柳世子 尤其办事滴水不漏 久而久之 三人年龄相仿 也就成了能坐在一起喝酒的好友了 米穷彭鹤笑着招呼赵思苦坐下 三个年龄加在一起快有两百岁的老人 围瞪而坐 两个还来不及换上衣衫的北梁书法大家 油染满身墨香 各自滋溜一口 喝光了杯中酒 重重呼出一口气 脸色都有些阴郁 赵思苦作为在黎阳皇宫当过一手执掌 印寿剑的资深大宦官 如今虽说脱去了在皇宫中那件 仍是极为扎眼的大红蟒袍 但察言观色的功夫 依旧老了 只不过赵思苦也不说什么 小敏了一口酒 挑了个相对云淡风轻的话题作为开场白 咱家刚从青路洞书院那边回来 黄商黄山主 托咱家跟两位老友要几幅自贴 咱家也不敢胡乱硬撑下来 只说把话带到 米琼摇头倒 如今我和老鹏哪有那份写字贴的贤情意志 这事啊 可能要让赵老哥和黄山珠失望啊 赵思苦如何看不出一天到晚刻碑的米鹏二人 此时举杯的手腕还都在颤抖 劳心劳力不过如此了 于是他笑道 不打紧 不打紧哪 黄山珠事先也说了 这事不着急 他能等 等个几年 甚至十几年都可以 彭鹏微笑道 只要王爷打跑了北莽蛮子 别说三四伏自贴 就是三十四十伏 我老鹏也能给黄商的青鹿洞书院亲自送去 不过赵老哥呀 咱们都不是外人 我就丑话说在前头了 我和米老头可是听说了 好些书院里的外地世子不是个东西呀 对咱们北梁军正直手画脚 总觉得他们来了青梁山王府 或是去了淮阳关都护府就能够力挽狂澜 这帮小兔崽子 也不嫌站着说话不腰腾 就因为咱们王爷好说话 就能得寸进尺了 那黄商也不管不管 赵司库毕竟是在皇宫里头耳濡目染的大太监 并没有一味附和义愤填膺的鹏鹤 他摇了摇头 这事儿啊不是不能管 但手腕生硬了反而管不好 而且如今傅梁世子 比起一开始到北梁那会儿也改变了很多 偶尔依旧会有书生义气不知轻重的言行 但是初衷都是为了北梁好 好些一开始抱着树挪死人挪活的心态 奔着北梁官场前程来的年轻人呢 也都不知不觉以北梁人自居 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曾经当着徐凤年的面 砸过真爱艳台的米琼 呃了一声 读书种子 读书种子 这些年轻人哪 算是真正在北梁扎根发芽了 迟早有一天 咱们北梁也会有一颗颗足以让中原读书人 仰视的参天大叔 自成一座唯唯士林 彭鹤举起杯 停顿一下 忍不住唏嘘的 怕就怕 咱们几个老家伙 等不到那天了 更为性情中人的米琼纷纷道 去了京城国子监的姚白峰不去说 道德学问都是世间一等一 的确当得朔如称 哪怕离开了北梁 我米琼也希望姚大家 能够在朝廷那边 风生水起 可这颜杰西就真不是个东西了 靠着盘龙赴凤 当上了殿阁大学师就忘本了 据说有望成为下一次会市的副总裁官之一后 就放出话来 要减少咱们北梁有资格进京复考的录取名额 从往年雷打不动的四十人一口气切掉半数 只许二十人参与会市 亏得当年还给这个老东西写过好些字帖 手连老子恨不得把自己的手给剁了 彭赫冷笑道 盐乌龟呀 这还不是为了避嫌吗 咱们扳着手指头算一算 老一辈的姚大将 年轻一辈的陈望和孙吟 哪个不是在庙堂上最顶尖的读书人 便是那个以礼部侍郎 同样担任副总裁官的晋兰亭 一样是从我们北梁出去的 说不定这次减少北梁会市名额 就是严杰西和晋兰亭这一牢一小两个东西 碰起头来 躲在一旁 喝起出来的阴险勾当 赵思苦 完为苦笑 两位老友放宽心便是了 要咋就来看呢 这次北梁名额最终不是削减 而恰恰相反 很简单呢 读书人越来越多涌入北梁 朝廷岂能不慌 这个时候 严杰西和晋兰亭的提议 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那帮朝廷中书的皇子公卿 是不会接纳 反而会增加名额 不但如此 这些进京赶考的北梁世子啊 不出意外 会有相当比例的幸运儿在泰安城混得不错 朝廷无非是想借此机会告诉咱们北梁的读书人 学成文武艺 或于帝王家 从今往后啊 朝廷给出的价钱都不会低 墙里开花 墙外像嘛 蓬鹤愣愣愣愣愣 咬牙切齿到 这朝廷也太不要脸了 米穷更是之洁了当 要我是王爷 就干脆拦下这些读书人 肥水不留外人田 赵思苦摇头笑 北梁自大将军起 就不做这样下做的事情 在如今王爷手上 想来还是不会做 也许在很多黎阳官员眼中 这会是件蠢事 透过在咱家看来 公道自在人心 这就够了 米穷点了点头 是啊 公道自在人心 彭喝一口气 喝光杯中酒 使劲攥着空落落的酒杯 嗓音沙哑道 虎头城主将刘济奴死了 较为楚汉清死了 较为马吉利死了 整个虎头城部族和骑军都死了 幽州葫芦口 沃公城 鸾河城 霞光城 柳州 清仓城 这么多地方 这么多北梁边军死了这么多人 他们黎阳朝廷知道吗 中原百姓知道吗 彭喝放下酒杯 用手重重锤了一下胸口 哽咽咽道 我不管他们知不知道 我和米穷两个老不死的家伙 亲手刻上那么多年纪轻轻 北梁儿郎的名字 每天都是白发人 所黑发人 我变得慌啊 曾经作为赵家棋子 看守天人高树路的赵思苦 沉默无言 公子 如果你没有英年早逝 如果能看到今天这一幕 会不会遗憾当年选择了陈之报 而没有像李懿山先生那般 竭力辅佐徐凤年呢 雪中汉刀情 作者风火器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更多有声小说及动态 请添加微信官方公众平台 dbxd981 dbxd981 感谢您的收听